酵素的概念这几年来挺夯的 食用或者是用来清洁有特别的功效 草屯三角社区的志工 就算用家中的厨余、资质、环保酵素 用来浇灌社区口袋公园的植栽 改善土质 不只相当的环保 花草也长得特别茂盛 像果皮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酵素 它就可以是个很好万用的东西 就在清洁方面或者当成花毁都是很好用的 那我们自己做的东西我们就会更了解 而且它经过发酵的东西 对植物来讲 那就是对它来讲是更好的 通常尤其是玫瑰花就很明显 我们只要跟它加了一些之后 一两天你就看到那个很嫩的芽 冒得很茂盛 志工表示 有感于垃圾减量不易 基于环保及资源再利用的概念 就学习把这些果皮再利用 制成环保酵素 另外公园里的落叶 等经由回收作堆肥 也可以变成培养土栽培作物 一举树得 这边的烧起来的落叶跟杂草 慢慢堆在一起 发现日子久了 它底下就会腐烂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有机堆肥 然后我们会拿来 放在那个花的底下让它 然后慢慢的大家就有一个共识 就形成一个小小的堆肥去 几个志工家里的一些 然后还有这边烧起来的树叶跟杂草 堆在一起慢慢让它腐化 然后也可以公养我们这些花 会让它更漂亮 先议员廖子佑表示 制作环保酵素可以用来施肥或清洁 除了减少处域 也有利于花草直栽的生长 好处多多 不仅是减少垃圾 也爱护大地 要怎么保护环境 还是要怎么把我们的垃圾厨鱼来做减量 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供食 和认知 像说我们参加里 这个环保寂寅 也非常用心 他们利用到厨鱼来做这个酵素 能够提供给这个植物 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环境更好 让我们看到的 这个酵素的一个推广 也让大家非常的值得大家的一个学习 酵素是让环境永续的好物资 也是生活的延伸 一点小改变影响到整个地球的栽出发 也让生活更健康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